当孩子们开始在网络世界遨游 怪事儿却时有发生 来玩这个游戏 那他就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转过去了 五个小时消费上万 一双球鞋耗资五千 网络历险孩子们究竟遭遇了什么 现在小孩挺古灵精怪 现在叫什么 叫神兽 是吧 网络那一段又站着怎样的幕后黑手 杭州市公安局 什么事情总有点知道了 整个好处处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孩子们的网络历险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 不少学校都把教学模式改成上网课了 这挺好的 保证孩子们在家也不耽误学习 可是大家想想这上网课得用啥呀 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对吧 这下孩子们拥有了更多的上网时间 除了上网课之外 面对纷繁复杂 眼花缭乱的网络世界 孩子们还会干什么呀 会不会遭遇一些危险呀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个事例 听完之后或许能让大家在惊呼意外的同时 还得到几分警惕 2020年3月9号的晚上9点多 浙江杭州的一对夫妻 带着他们的孩子小亮来到了派出所 干嘛呢 他们表示小亮今天原本好好的上个网课 可是突然他们发现短短一下午的时间 小亮竟然偷偷的在网上消费了一万多块钱 更关键的是孩子说他花这么多钱 啥也没买着 这可把他们给吓着了 所以赶紧就来报警了 在这补充个信息 小亮才11岁 还是个小学生 一下子花了这么多钱 并且啥都没看着 这显然有些异常 甚至警方都怀疑这就是个精心设置的骗局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下来按照小亮的叙述 还原一下这个精心动魄的下午 小亮表示 上完那个网课之后 他发现父母都在忙 就拿着手机 偷偷的打开了一个叫做虎牙的直播软件 这里有很多网络主播直播玩游戏 其中就有小亮很喜欢的一款游戏 看着看着小亮听主播说 如果需要高级的游戏账号 他可以出售或者是出租 一听这话 小亮兴奋 要知道他早就想要一个装备厉害的高级账号了 于是小亮就加了网络主播的QQ号 很快天就聊起来了 对话告诉小亮说租号可以 但是为了防止恶意毁号 小亮需要先支付一百块钱加金 小亮觉得有道理 二话没说就转过去了 是不是有点好奇 租游戏账号 金额一百元 这听起来似乎稀松平常 最后怎么会发展到一万多块钱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词 几何式增长 没错 小亮为了这个游戏账号 竟然遭遇到了类似于几何式增长的租金 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说 小亮给了一百块钱之后 对方突然问小亮 你是要用怎么个方式登录啊 是远程操作啊 我来登录 还是我把密码给你 你自个儿来看 小亮当然希望是后者 于是对方表示 那也不好意思 这价格不一样 应该是三百 还不能不说小亮的父母 平时对孩子还是比较大方的 小亮二话没说 就转了两百块钱 可是结果呢 嫌疑人收到三百元转账之后 又以这三百元需要一次性支付为理由 要求孩子再支付一次性支付三百元的保证金 才肯把账号租给他 那孩子就说先把前面的一百元两百元退给我 我再转 那嫌疑人就说要完成交易之后 才可以把钱退还给对方 甭管这理由有多么的不靠谱 大家别忘了 小亮只是个十一岁的孩子 所以他再次转给了对方三百 可这回是什么结果 然后嫌疑人又需要把前面三次的所有的总金额 再一次性支付才能对上账 因为前面转了一次一百一次两百一次三百 他要这三笔总共一次性转六百过去 才能他的系统里才能对上账 他才能完成这个交易 而这次呢 对方还给小亮发来了另外一个门信号 说小亮自本去联系财务 只要再次转账 财务一定会在十分钟之内把之前的钱撒完了 他一听还有财务 小亮觉得还挺正贵 于是又打了六百块钱过去 一百加两百加三百再加六百 一千二了 因为这个孩子也才十一岁 那可能基本的辨别能力也比较差 当时也没有家长在身边 那他当时可能也是小孩嘛 对游戏比较执着 那他一心想要这个嫌疑人的游戏账号 来玩这个游戏 那他就把自己剩下所有的钱都转过去了 说的没错 要是换做大人的话 这么低级的骗局 这么漏洞百出的说法 怎么可能上当 可是我们还得再强调一下 一十一岁的孩子 面对自己极度想要的游戏账号 别说理智了 判断能力可能都是零 不过警察也说了 以上转出去的一千二百块钱 已经是小亮身上所有的钱了 既然没钱了 那后来怎么损失还会增加到一万多呢 因为后来对方又改变策略了 对方呢 先是以小亮看错了为由 责怪小亮转错了数额 最后一次应该转一千八 而不是一千二 其实这时候小亮就有点慌了 他不想崴了 要求退钱 可是对方说啊 想要退钱呢 那你必须再转钱过来 等我们财务把这账里顺了 再把钱退给你 面对这样一群实而真诚 实而为难 实而责怪 最后又威胁的人 十一岁的这个小亮 会产生什么心理呢 或许首先就是两道害怕 他害怕之前给的钱 对方真不还了 更害怕父母知道这一切 所以小亮这个时候最强的心理诉求就是 对方不是坏人 对方可能真的是账美理顺 在他满足了所有的要求之后 对方就能把所有的钱还给他 于是接下来小亮再次转了一千八 然后又转了三千六 再然后还转了一个四千二 然后嫌疑人以各种理由套路小孩子 财务对方上账 第二个就是系统拦截了 第三个就是返还的数额不对 加一块小亮仅仅一个下午 就给对方转账一万零八百 说到这大家可能有点不理解 小亮自个的钱用完了 后来转账的钱他哪来的呢 那对此呢小亮的爸爸进行了解释 妈妈所组微信转过去再转给人家 所以那个不是转信那个提醒了吗 那个转信不是发了那个钱早了吗 他妈妈后来上楼上去看到了 就发现被骗了 趁着父母不注意 小亮从妈妈微信上转了钱 可能大家又要说了 这大人手机的支付密码 难道都告诉孩子了 对于这点呢小亮的父母也是颇感无奈 现在小孩挺古灵精怪 现在叫什么叫神兽 是吧 小孩子为什么叫神兽 就是一种爱逆的称呼嘛 就是说明他很古灵精怪 是吧 大人在输密码的时候 一些输支付账号的密码的时候 清清楚楚的就在心里边了 对吧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能够支付被诈骗的钱财的时候的一个可能性了 确实很多人都会感叹 现在的孩子太聪明了 也对各种网络软件相当熟悉 有时候甚至比大人还会玩 可惜呢 小亮年纪太小 还没有辩识骗局的能力 这下被骗了那么多钱 怎么办呢 好在警方接警之后 立刻就展开了调查 而在调查的同时 小亮的父母也同步在微信上与对方沟通 希望对方能够退钱 而当对方听到小亮的父母已经报警之后 终于回复了 表示愿意退钱 但是希望小亮的父母把报警给撤销了 最后对方真的把10800全都退还了 看来对方还不是那么无法不天 也知道报警意味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没有撤销报案这一说 之后受害人的父亲也把这个退款的情况跟我们说了 这个钱已经退款给他们了 但是这个犯罪事实其实已经发生 就是比如他退钱了 就是咱也没有损失了 对 这样也不行 也不行 他因为犯罪事实已经发生了 相当于这个诈骗的行为已经是迹随 当然了警方特别给力 第一时间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是家住河南光山县的李扬 很快李扬就被抓获了 据了解李扬已经34岁了 平时李也没个正经工作 就在直播平台上玩玩游戏 对于为什么要用这么拙劣的手段上网行骗 李扬首先坦白 初衷的是因为他需要钱 因为那段时间我也缺钱 我就想把我的号卖给他 高价卖给他 一开始李扬说他只是想把号多卖点钱 但是聊着聊着 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 那就是对方竟然是个孩子 那其实嫌疑能通过很多方面 能了解到对方的大概的年龄段 通过他的QQ的注册信息 也会显示一个年龄 第二个通过聊天的方式 小孩的思维跟成年人的思维 肯定是也是不一样的 聊天方式可能接触个几分钟 就能知道对方是个年纪大概多大的 不得不说李扬最可恶的地方就在于 明明发现了小亮是个孩子 他不但没收手 反而还暗自窃喜 最后利用这一点设下劣质的骗局 我说让他付的话 他也没说什么 他就付了 我觉得他比较好说话吧 我说多少钱 他就付多少钱 我当时脑子就有一点热了 就有一点 就有一点生惊了 那一般的孩子 仿差评的意思比较少 比成年人要好骗 那成功率也是比较高 都说幼武又以吉人之幼 说实在的去骗个孩子的钱 真是太没底线了 目前这个案子还在进一步的侦破当中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李扬肯定是要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代价 好 小亮这案子说完了 没有造成经济损失 这算是万幸了 但是今天我们的话题还得继续 因为不是每个家庭都像小亮这么幸运 他们非但难以追回被骗走的钱 甚至一样的金额多达十几万的都有 而且被骗的经历也是五画八门 不得不说 孩子们在网络世界的遭遇 还真的是乌其不用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将写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小亮这个案件之外 还有很多孩子 在网络世界有过离奇的遭遇 都是哪些呢 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段 110街景电话的录音 您听听 买双鞋竟然被骗了五千多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小姑娘名叫倩倩 13岁 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家住杭州的复养 3月5号这天呢 上完网课之后 倩倩打开了QQ空间 突然呢 她就被其中的一条信息给吸引了 这是一条出售限量运动鞋的消息 这款式嘛 正是倩倩朝思暮想的款式 自己买不买得起呢 倩倩追寻了一下价格 结果对方回答只要300元 倩倩觉得这特别好 因为300元呢 正好在她的承受范围之内 于是倩倩就按照对方的要求 先转了钱 可结果呢 那么扫码支付以后 对方又有一个种理由 让她支付 比如说税钱 比如说发票的钱 最后又称她的银行账户出现了问题 出现异常 又让她交费 与之前小亮的遭遇大同小异 对方也是半欺骗 半威胁地跟倩倩说 只要你再付一次钱 之前你付的钱 我就全都退给你 如果你不转了 前面的钱 我就当没收过 就这样 倩倩分六十 足足转给对方五千三 小孩啊 心智不成熟 心智不成熟 如果说是一个成年人 遇到这种情况 我估计被骗三百块钱 资本上就刹车了 但是因为小孩他不懂事 他觉得对方的理由是成立的 这个银行账户异常的 如果说你把这个钱打给他以后 他对方称这个钱可以退缓 小孩又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直到对方把自己拉黑了 倩倩才反应过来被骗了 小姑娘吓着了 赶紧就告诉了父母 这才有了之前倩倩的这个父亲 打110的那一幕 你瞧瞧哈 骗子的手段其实应该算是低劣 可是他们就是利用孩子的单纯与天真 从孩子这里骗取金钱 不过倩倩这个案子 有个非常值得一提的亮点 那就是警方接到办后一查 发现这骗子很有可能不寻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这个案子通过报案 它首先有一个微信的转账二维码 然后有一个QQ号 只有这两个信息 然后根据我们平时的办案经验的话 这两步的话就是可能这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 是两个人 这就意味着可能有团伙 更重要的是警方发现 嫌疑人使用的QQ号所添加的好友 竟然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 警方很担心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藏着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 这就太恶劣了 警方全力出击 通过一系列的网络技术分析 警方判断使用QQ号码诈骗的嫌疑人 他落脚点应该是在广东 可是用于收钱的微信号 落脚点竟然是在广西 还跨了两个地方 应该有多少嫌疑人呢 这个案件很有可能是一起分工明确的一个诈骗集团 骗人和取钱的是两回 所以呢两遍我们都必须要查 而且都必须要查到底 锁定嫌疑人身份和居住地点之后 警方分两路同时抓捕 结果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 他们共认不会 承认整个团伙分工合作 在网上靠虚假的卖鞋信息骗人 我是采用QQ卖鞋子的方式 开始我是以三双鞋子320块钱 对他索取这个费用 索取完这个费用过后呢 我是采用通知他的账号 有异常海关需要开评调的方式 向他再次索取 并答应他说支付完整后 这个金额将一次性全额推还给他 嫌疑人也承认他们骗的远不止欠起一个 那么这伙人为什么要干这事 警方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这些人的年龄竟然也不大 这批人都是年纪比较小 然后基本上在家也没有什么正当的旨意 他们呢之间呢都是因为都是投入证上面了 就是可能是这两个人跟另外两个人是朋友关系 然后通过朋友之间那个宣传带动他们 说这个事情比较简单呢 等于说是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正因为年纪也不大 了解青少年对于限量款运动鞋的喜爱 这才设下了这样的骗局 但目前行政警方已经对15名犯的嫌疑人 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至于其他被骗的这个当事人 警方也在进一步的追查当中 从买游戏账号到买运动鞋 这两起案子们似乎都是孩子因为买东西而入了骗局 但是势力并不仅于此 被骗的金额也不止于此 杭州公安局复养分局进行了一个统计对比 仅仅就复养一个区 在2020年2月份 一个月的时间 在网上被骗的孩子竟然就有32位 相比2019年2月增长了146% 这些最小的受骗的孩子没有7分 被骗的最高金额有7万 这只是一个区的数据 那么再放眼全国呢 类似的案子还真不少 福建晋江的黄同学 在手机上看到了十倍反例的广告 说只要支付一定的金额 便可获得数倍的收益 黄同学就用父亲的手机多次给对方付款 总共被骗取了16万 而广东惠州的城镇同学呢 收到了这个刷单兼职的广告短信 他就试了一下 没想到第一单赚了点钱 于是他就投入了很多钱 四单一共被骗走19万 听了挺吓人是吧 孩子怎么就这么容易被骗 这其中吧 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 已经有专门的骗子团伙盯上了未成年人群 会专门设计一些引诱未成年人上钩的鱼饵 手段更是层出不穷 第二 孩子们的防骗意识还是太薄弱了 家长或许也忽视了这方面的教育和叮嘱 导致当孩子面对骗局的时候 无法及时的分辨和判断 家长往往是把手机给了孩子 他就不去管 孩子拿着手机 他有些时候就会去浏览一些网站这些东西 因为设少了监管 小孩子对这个方面防范意识又不强 就造成了小孩子被骗 所以我们就觉得 特别是像这种 大人你把手机交给孩子 以后你对孩子在手机上面操作一些什么东西 再浏览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大人还是要加钱监管 那么最后或许还需要再提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过 那个倩倩被骗了五千三 她哪来那么多钱 最后倩倩的父母透露 那是因为倩倩平日里收了红包 他们就让倩倩学着自个儿保管 借鉴子越积越多了 随着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有些父母希望培养孩子的金钱意识 甚至是理财意识 那是好事 正因为这样 所以才要在细节方面 更加注意多方位引导孩子的金钱观 毕竟现在的孩子们经常在网上冲浪 网络世界行动色色 万一遇上有心涉局之人 所以说多陪伴多引导 多关心多交流 这缺义不合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流浪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个应用市长去下载手机 讲给他客户端 好各位观众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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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